趙文卓老師在長城邊上,表演超級圓酷刀法,將刀旋轉拋向空中,一個迴旋踢,將刀再次踢起來,然後雙手摺刀順勢下劈。 動作圓酷刀,簡直讓人難以想像。 那麼很多網友發來了疑問,這個動作到底是靠著高超的技術完成的, 還是靠著電腦特技後期合成的?一部份人認為,經過長期的訓練, 完全可以把這個動作還原出來,經過不斷的刑刀踢刀摺刀,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。 也有很多利害的練刀的網友發出了相關的視頻認為,只要踢刀的角度,最吸刀以示借力,讓刀繼續向上運動。 完全有可能在迴旋踢之後摺刀刀,順勢踢下來,還有一部份人認為, 這完全就是電腦特技後期合成的,因為刀在旋轉的過程之中力是向下的。 而我們的迴旋踢法力,基本是從左向右的這樣的踢法,不可能吸刀形成熱意向上的力, 向左或者向右都有可能,但不能使刀向上飛起。 而且很多細心的網友都把原視頻或者模仿視頻,經過慢放, 證明都是由二次剪輯後旋轉,並且接到的。 認為這是人類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動作,只有電腦後期可以。 第二,我本人也是練武術的這樣的拋刀技術,確實沒練過,但以前拋棍卻練了很多。 剩拋、反拋、背後拋刀也曾經非常熟練的。 也出過很多相關視頻教程,拋棍後可以不直向上踢,這符合力學的基本原理, 但橫踢仔棍子向上而似飛起,估計還是辦不到。 所以我覺得,這種視頻也事後期合成的機率會大一息, 不僅趙文卓老師的團隊,是大廠出品細節的銜接, 動作的流暢性,肯定是一般的水平難以比以的。 但無論是真實完成的,或者事後期合成的,都給大家帶來了中華武術不一樣的視覺盛現。 武術傳承到今天,不單單事實戰對抗殺人的這樣的功用料, 很多時候,他擔負著文化傳承視覺享受這樣的歷史使命。 過去的功夫好,只要上戰場我暫下你趴下,這就是功夫好。 但二十一世紀的功夫好,除了這一方面的內容之外, 動作的舒展大方,呈現給人以不一樣的視覺享受。 傳承著他特有的文化使命,也是功夫好的另一種象徵。 所以大家不必再糾結太極權能不能打傳統武術, 為何屢屢敗於現代博的時代不同了? 武術所承在著的功能,自然而研究有著相應的變化了。 醜功夫,進打的這句話,永遠都是非常正確的。 什麼是醜功夫?將所有的格鬥技巧簡單化直接發擊打路線, 基本就是兩點之間,敵戰最短,能用一招把尼放倒。 絕對不用第二招能用兵器的時候,絕對不揮拳頭去打人。 大家試想一下,一個人的拳法再厲害, 如果在戰場上面對著幾十人的時候,是兵器取勝的快, 還是揮拳擊打對方取勝的快。 所以,古代的真正的功夫並不好看,而且還會很醜。 因為他的主要目的,就是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你吸放趴下, 所以將實用性最大,化其他的觀賞性養生性等,就要最弱化了。 那麼盡把色是什麼呢?合合相反, 需要把所有的直拳擺拳出發打法都要複雜化。 本來一拳可以把對方放倒,但要經過格鬥, 所備很多個回合,才能把對方放倒。 使用兵器的時候,無論出棍出刀,或是自出劍, 所有的動作屬性都要帶著舞花轉身。 拋的動作,這樣一套動作下來,才能把動作的觀賞性提升到最大化。 讓大家記在心理上,滿足了對主角精華主義崇拜。 又讓大家在視覺上直呼精彩過癮,一飽眼福。 看完之後,覺得這才是中國功夫。 這才是頭功夫盡把色,所以而這才完全背道相似的。 我們看著特別花哨、特別爽的舞打動作, 或者影視劇中的掌法棍發,在真正形實格鬥之中, 不可能發揮得出來。 因為往往越實用制力的標識,要求的就是簡單、直接、快速, 而滿足人們的視覺享受, 則要保證動作的豐富並流暢性,以及技巧的難度。 所以而這事不能兼得的,喜歡功夫對抗,拳拳到肉男人的遊戲, 就學那種簡單、直接有效的技技技巧。 想以鍛鍊身體,全城文化讓人看著很舒服, 就去學習那種花哨一點的武術動作, 並沒有誰對誰錯之分,只不過就是需求不同霸了。 你認為,趙文卓老師踢刀事實力完成的, 還是事實效合成的呢?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!